好,請收回發問,謝謝 OK 你要先講一下說,在節目裡面 是不是有遇到一些比較不同因素 比較印象深刻的事情 比較什麼? 節目中有沒有遇到一些印象深刻的事情 其實蠻多的 因為我同時還有邀請我的好朋友一起 跟我一起去冒險 那其實我們5月11號會有 擊倒森林的記者會 然後那天我會再把更多細節跟大家說 然後這次也很開心 就是國家體系頻道也支持 這樣子 那跟世衛的互動他們是小幫手嗎? 還是說有沒有遇到哪些困難? 我覺得因為其實我們對於大自然啊 還有一些很多環境是不熟悉的嘛 所以其實我們幾個人都是很像學生 然後跟著老師去認識這片土地 而且其實錄完整個節目之後 我會覺得 我們應該要 就是那些知識應該是我們的常識才對 不應該是我活到那麼老了 我還不知道很多事情是怎麼樣子 所以我希望可以透過節目提醒 然後也分享給大家說其實 樹木是怎麼樣呢? 自然環境是什麼樣? 然後有哪些東西需要我們去注意 對 所以我覺得真的希望全部人可以看這個節目 然後可以帶走一些什麼 對 那就是你們有 就是因為一起這樣子探索嗎? 有感情因此變好嗎? 還是說有發現他們不一樣的一面? 我們感情都很好啊 大家感情都不錯啊 不一樣的一面啊 我想一下 不一樣的一面 就跟一起拍戲的時候他們不一樣的 差一性這樣 有喔 因為拍戲的時候都有劇本嘛 然後我們這次是其實沒有任何的指令 那有指令 可是沒有劇本 然後先前我也不知道要去哪裡 對然後 而且經費也不足 因為其實節目 製作單位有給我們限額度這樣子 所以你要在你能力的範圍內去完成一些指令 是有點困難 然後這時候你就可以看到每一個人的個性是怎麼樣 然後每一個人的決策是怎麼樣 對還蠻好玩的 然後重點來這次還有隻狗狗 所以他也化解了蠻多好玩的東西 那有沒有哪一位來賓反差最大 這個你們就要自己看節目 對 對因為反差我嗎 我還好 其實大家都會有驚喜的一面 也不能說反差很大 對 都會有 那因為粉絲看到就是你跟貴仁美合體 其實蠻開心的 那你自己的想法是 想法是 開心就好 想法就是 對啊 一起去旅遊玩一下 然後也希望未來 因為畢竟 我跟他拍了第一部戲已經二十幾年了 然後也 蠻希望如果有人有想法 就是有好的故事 好的劇本 對 然後可以來找我們很歡迎 對 所以從以前拍戲到現在一直都還有在聯繫 對對對 都有 就是 就家人的感覺 對 所以可以期待在合體嗎 當然啊當然啊 然後也其實很 就蠻期待會遇到什麼樣的故事 可以我們這樣 對 好 OK 好謝謝 我們可以廣告一下捷彙 北京 新一旦主線有那個彩繪車廂 好 4月22號開始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那個 新一旦主線有那個彩繪車廂 4月22號 4月22號開始 然後我也希望 4月22號我也去搭個捷運 對 有24種台灣的植物彩繪 對有24種 謝謝嬌哥 有24種台灣的植物彩繪 然後在車廂裡 那打完會拍照上傳嗎 喔應該會喔 對對對 打卡一下 然後大家口罩要記得戴好 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在捷運箱可以巧遇到你嗎 我不知道有可能 如果我巧遇到大家也不一定 對對對 好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謝謝 辛苦了 參與這塊土地 在意他的保育跟生態 尤其呢看到擊倒森林 竟然出現了一位希克 也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氣偶像 的專業演員 他竟然成為一個主持人 然後走到森林裡面 也很榮幸地邀請他 擔任這一次的 今年度的保育大使 讓我們歡迎擊倒森林 主持人陳柏林先生 歡迎柏林先拍照 我們待會再做訪談 好我們先讓柏林到舞台中央 感謝他擔任2022年 國家地理Earth Month的保育大使 在過去他本來就喜歡探險 也喜歡大自然 不過經過這一次的主持的洗禮 真的走進了擊倒森林之後 我相信他對於整個議題是更加的理解 大家一起來跟著柏林探尋森林的無限可能 好 柏林請看一下右手邊 這邊也有幾位大哥在右下角 5月14號開始 每週六晚上9點請鎖定擊倒森林 國家地理的年度具現 也是這一次的Earth Month的壓軸劇作 好 請看中間 好 左手邊麻煩 左後方有一些朋友 包括長官也在拍你 好 辛苦了 好 還有中間再麻煩 事先再回到中間後方 好 那後面有一些電子攝影機 來跟大家揮揮手 讓我們再次掌聲歡迎 保育大使陳柏林 好 請柏林準備跟大家問候一下 尤其要介紹一下這個節目 真的叫做萬眾期待 而且充滿人好奇 來 先跟大家說哈嘍 哈嘍 各位下午 午安 哈嘍 佳哥 你好 你好 戴口座有點不習慣 對 就是這樣講話 忍耐一下 OK 可以 好 第一個好奇的 就是5月14號 週六晚上9點的這個節目了 在這個節目裡面 我們到底會看到什麼樣的柏林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一些片花 看到一些劇照 到底你身處其中 你為什麼會接 然後呢 我們就會看到不一樣的你吧 其實我覺得主要是 這一片土地 還有森林 然後我只是一個 怎麼講 甚至 帶領大家去認識這片土地 OK 然後為什麼會接 因為 就如剛剛影片所看到的 就是我從來沒有好好的認識 這片土地 然後我們也知道 台灣有非常多美麗的森林 環境 然後我就想說 可不可以藉著這次的機會 然後可以為這個環境做一點什麼 然後也去探索一些什麼 是 然後包括紀錄一些什麼 對的 沒錯 有很多的秘境 我想你應該都是第一次 因為這個節目才知道的對吧 對 全部都是 每個人都不知道 稍後跟我們分享 你最喜歡的一個 好不好 那可是我知道 你本來就很喜歡大自然 喜歡戶外 這次你真的走進去 你錄了幾集啊 到底啊 集島森林 我去了幾個地方 幾個地方 可能會有12集 12集 哇這麼多喔 太精彩了 可以看好幾個月一季的概念 差不多 對 你得到什麼啟發 真的走進去之後 因為你今天還是保育大使喔 你不是只是主持人喔 啟發 我覺得 當然就是 走到大自然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自己很渺小 然後你也會覺得 有很多就是知識上的不足 然後你真的也可以想要付出 就是回饋給自然一些什麼 可是自己又 當沒有那麼多 知識儲備不足的時候 就是需要一些職人 跟專業的想導 來帶著我們去認識這片土地 所以我很慶幸的是 就是認識 透過這個節目認識了很多 很專業的保育人士 是 太好了 希望你跟著這些專業人士 一起做很棒的提醒 還有交流跟記錄 這個節目喔 我可以預言說 它可能會是點擊率 今年最高的節目之一 因為你一定會看兩次 一次看森林 一次看柏林 你懂我意思嗎 我覺得他人站在那裡 我會忘了看森林 所以請你看兩次喔 一次你就看他旁邊的東西 不要盯著他的臉 另外一次呢 就好好看著他也OK的喔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擊倒森林 然後呢 怎麼樣 當主持人容易嗎 完全不容易 還不快叫偶像 對 偶像 爽爽爽 被偶像叫偶像 我覺得真的非常難 而且這一次的擊倒森林 我們是沒有劇本的 當然你是實境的概念 然後就是他會給一些指定跟任務 然後你也要帶領 所以我覺得在 我覺得你真的很厲害 沒有 我還是有劇本 我還是照著本子上去進行 就真的不容易 其實台灣也有很多節目 然後 非常多初始人 所以我現在真的覺得不好當 辛苦了 大家都辛苦 也很棒 但是透過這一次的柏林 勇敢跨界 相信會吸引到更多人 重視寶玉的議題 謝謝你喔 2022的寶玉大使 哇 國家地理真的太有眼光了 真的太有想法 趁著疫情沒什麼戲拍的時候呢 喂 趕快把柏林拉出戶外 這裡有型男 也有非常非常療癒的大自然 記得喔 一集看柏林 一集看森林 請守定5月14號 同時還有4月22號上線的 Disney plus國家地理 在各個頻道上面不同的片單 每一部都很值得一看再看 包括許多是今年首播的影片和紀錄片 右邊再掃一輪喔 謝謝